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同名小说改编的《彷徨之刃》 讲述了一位父亲为女儿报仇的经过 结尾震撼,以人深思 影片一开始出现了一个胡子拉叉的男人 他跪坐在雪地上,身上覆盖着积雪,眼神满是沧桑 镜头转到了一个房间内 刚回家的男主李尚贤因为爽约 被女儿秀珍甩了一脸门 第二天早上,秀珍气冲冲地去学校了 老好人上贤到了公司后又被科长加班 晚上再次同秀珍爽约 秀珍生气地不接电话 结果上贤回家后发现秀珍不在家 电话打不通,出门寻找也没找到 另一边,警察们在一个退救的澡堂 发现了一个少女的尸体 以张义冠和朴玄珠为主的警察对此展开了调查 上贤以为女儿只是跑去朋友家住了 继续忙碌起了工作 然而她却接到了一个可怕的电话 她不愿意相信电话内容 但最后还是去了警局 在停尸房内,她看到了秀珍满是伤痕的尸体 施暴者真是丧心病狂 一关让玄珠开始调查秀珍的生活情况 另外,法医得出秀珍是被注射药物 在施暴中死亡的结论 面对丧女之痛 尚贤却无能为力 只能日日到警察局去等待结果 秀珍的男同学慌张地冲回家后 回想起了她的两个坏朋友 向秀珍施暴地经过 并且被威胁说 要是敢说出去就托她下水 男同学内心挣扎后 决定给尚贤发短信 告诉她在哪可以找到证据视频 当尚贤在一堆光碟中 找到了秀珍被施暴的视频 刚点开的时候 其中一个坏小子回来了 尚贤急忙躲了起来 坏小子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随意点开了视频 所以尚贤知道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愤怒瞬间把她吞噬 尚贤冲了出去 用棒球棒打死了坏小子 失去理智的尚贤开始去寻找 另一个坏小子 赵窦直 同时警察开始调查坏小子的死因 确定为仇杀 接着玄珠发现了秀珍的视频 于是尚贤被警方认定为犯罪嫌疑人 靠着死掉的坏小子的手机 尚贤找到了明善辅导班 但是手机没电了 他没来得及记下斗职的号码 来到明善辅导班的尚贤发现 这是一个伪装的卖淫场所 他没能找到斗职 在混乱中他勒死了贾老师 同时得知斗职去了滑雪场 这时警察来了 尚贤拿起了贾老师的枪 跳窗逃离 不过却摔伤了腿 尚贤开始冒着大雪 不惧严寒 一个滑雪场 一个滑雪场地寻找着斗职 他的嘴唇被动裂 身上的伤也全然不理会 只想手刃凶手 因为斗职 未成年人 犯了罪也会被侵犯 秀珍的男同学 接到了斗职的电话后 发短信告诉尚贤 斗职现在在绿宝时 未躲避突然出现在人群中的警察 尚贤上了一辆公交车 有个男孩也上了车 男孩看到尚贤的腿伤了 好心地告诉他 要赶紧去医院治疗 尚贤问他叫什么名字 男孩说他叫金明基 警察通过手机定位 抢先一步 找到了斗职 所在的滑雪场 埋伏了起来 尚贤也找到了斗职 正要开枪时 他发现斗职 是今天公交车上的男孩 他没有立即开枪 犹豫间斗职逃掉了 一官发现了尚贤 但他也没有开枪 绝望而悲伤的尚贤 在雪地中倒下了 原来他就是 影片开头出现的男人 之后警方利用男同学 来抓捕斗职 逃跑的斗职 撞到了尚贤的枪口上 枪声响起 倒下的却是圣贤 选珠发现 尚贤的枪里 根本没有子弹 这部电影 虽然犯罪的是未成年人 但是家庭和社会 也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因素之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盏灯 大家一起努力 即使长夜漫漫 也能充满光明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